WINTHET Hello大家好我是Ian 我今天在CherryCast的平台上呢 是打算跟大家说切股啊 也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汽车的那些资讯 还有一些最新的汽车的款式的preview 那么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噔噔噔噔 對了它就是寶馬 VMW 對了 X系列裡面的X3X30 Drive 這款2020年的Luxury Model 好了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我現在把 X3X5全部擺在一起呢 它們的設計都大同小異的 也就是說呢 寶馬都一貫是採用很 Consistent的設計 只是這一個系列就是說 現在近年來寶馬的那個前三的設計 也就是說它的Franc 已經是往那個 越大越兇越Sporting的Fuel的路線走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汽車的那個前燈的設計 也是採用全LED的設計 那麼它的這個前大燈的那個獨特之處呢 就是它有自動調節那個光度的功能 也就是說如果在晚上夜間行止的時候 你看到對頭 就是對頭車的時候 它會自動調按那個 它的車頭燈的那個亮度 我們先講一講它這一款的引擎 它這款X3X30 Drive-I是採用什麼引擎呢 它就是採用了B48引擎呢 它其實是2.0直氣缸 雙窩管窩輪引擎 哇它是單一的那個窩輪 但是它有那個兩個不一樣的 Wife timing的設計 也就是說科技的 比較更先進的一個窩輪 一個Turbo的一個設計 那麼它這一款引擎呢 它能夠達到252匹馬力 還有350匹扭力的NN power的 當然你從0到100公里 只需要6.2秒 你試想一下 在這麼一輛大滿重1790公斤的 那個車身前提下 它都能夠達到那麼好的表現 BMW寶馬一貫車尾燈的設計 我可以講啦 它很就是說 就有點保守寶馬的設計 你一看就知道是寶馬設計 所以我們現在再看一看 它的那個排氣管的設計了好嗎 它是採用了現在比較時髦 就是說在啊 比較有動感跑車型設計的一個 雙排氣管的設計 當然在一般的情況下呢 它只是用單邊的排氣管 直到當引擎有達到一定高馬力的輸出之後呢 它的另外一邊的排氣管 才會就是說接手去 去support整個排氣的那個system的 對了 好當然 它的車尾呢 好我先找一找它的鎖匙啊 我的口袋裡面 這個是我自己的 這個是寶馬的 車匙 好 那麼當我們就是說 開了它的車門之後呢 其實它有一個 Motion Sensor的功能呢 就是說如果當我 抱著或者是鋼著比較大的東西的時候 我沒有手的時候呢 它是能夠用通過腳 自動這樣子開了 它的車尾箱其實它的容量 一共達到550公升 Oh my god 550公升 好大咧 也就是說你能夠同時擺 四個中型的行李箱 在車尾箱裡面 當然它的那個折疊式 42-44的那個 後座的折疊式 你也能夠把它的整個 汽車的車尾的容量增加 那麼還有它的這個 門 也採用了一個指紋 Auto Touch 就是Auto Lock的一個系統 也是很方便的 當然當你開門之後 你也會看到那些 Welcome Light等等 那麼這是寶馬的 X3 採用了19寸鋁圈 那個Aloy Rim的一個設計 那麼 我就覺得是說 相較於 過去的設計 現在近年來寶馬的 它的那個 Base Spec的那些 汽車的那個 鋁圈也給到了 一個很大的改進了 也已經沒有16-17吋那麼小了 現在都採用18-19吋 以上的設計了 好 那麼除了經理圈之外呢 我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說它有Flat DIA 這個Run Flat DIA 的這個輪胎 輪胎的這個設計 也就是說 當你如果是 不幸的爆胎之後呢 它還能夠讓你行駛一段 一定的距離 讓你達到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去維修 好 這輛X3 X30 Drive-R 到底有什麼 特別之處啦 首先 我看到一點就是 這一個 10.25吋的夜視屏啦 就蠻 蠻 striking 蠻顯眼的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駕駛盤 雖然沒有 有M-Spec的那麼的那個 Dynamic 也沒有那麼的 Sporting 但是也蠻中規中矩啦 它的這個 Shiftron A 也有在 然後它的控身系統 遙控系統呢 也都有在它的這個 駕駛旁上 能夠找到 那麼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嗎 其實寶馬呢 這輛X3 它有三個那個駕駛的 功能模式 任我們選擇 就包括了 Sport Comfort 還有Eco Pro 其中另外一個賣點 也就是它這個 前面的 這個Dashboard裡面的 是採用全電子 Full Digital的設計 寶馬這輛 屬於是 Compact XUV系列裡面的 X3 對嗎 我剛才提到的 它在同級裡面 它的那個 容量內部 整個space 是屬於最大的了 感覺上 就是你乍看下去 就覺得 咦 可能是X5 其實是X3 那麼它的那個Late Room 還有它的那個Hit Room 絕對呢都 我本身大概是1.7米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個距離 也都蠻多的 最吸引我 支出的它就是 它這個Iso 這個Aircon的 Control 它跟前面呢 是個別設定的 也就是說 你在後面 你在後面 也可以跟前面的 空調的設定 有做不一樣的設定 比如說 後面覺得熱 你可以把它的那個Fan 調得更高 它的Armrest呢 它的規格也相當的 standard 就有兩個杯子的規格 當然它 在這裡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兩個USB的 可以供我們後座乘客 充電用途啦 但是在這輛X3的設定 我是覺得 因為它們要配合 就是說 它這個車包 開關 方便給那個 那個車廂的容量 更大的一個設定的關係啦 所以它變成 整個的那個 整個座爆的設計 就是比較 是屬於實用型的 就在舒適那一方面 舒適感就比較少 但是實用性那方面 就非常高 好 我們現在從完全 Static的情況下 現在Sport Mode了嗎 對 我去調一下 哎呀 還是用Auto比較好 321 Go 哇 哇 你看 在短短的 這一個 一段路裡面 它的那個反應已經是 可以感受到 它是非常有動感 非常強勁的 一個反應了 其實這跟它的那個 8ZF的那個 Shiftronic 的那個 gearbox 有很大的關係啦 那麼你可以想一下 當一個變速箱 有8個變速箱的時候 變速的調節的時候 你可以 就可以 想像一下它的那個 反應 它油的反應 其實是很快的 對於一般的房車 比如說 像這樣子的SUV來說 在這之前 十多年前 人們是沒有想到它能夠 有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一個performance 好 我們看看它的 轉彎的performance 看到嗎 它的那個EDB 有發揮功能了 我已經其實可以感覺到 它會有 但是它並沒有 oversteer的那個感覺 你這輛車加出去 你又要能看 又要能用 實用性我覺得 比我之前所認知的 寶馬 都更深一籌啦 就是寶馬已經盡量的 在各方面都有做一個很好的 那個配備了啦 嗯 所以我就是 有一個總結 總結來說 我今天很慶幸 能夠有的機會 來私駕這輛 X3 X30 Drive I 然後給我了很多的一個 就是說 對 寶馬有一個 更加深的認知 對了 雖然它唯一的問題 它是沒有 provide那個 ADES Advanced Driving Assisting System 現在很多 汽車都有了 那個規定 規格 就是說 安全規格 就寶馬在這一點呢 就還沒有完完全全的 做一個充分的一個 Full spec 但是有比較啊 單 單調的 basic的一些設定 比如說緊急煞車啊 或者是導車功能 啊 趴車功能 它都有 但是其餘的 它就缺少了一些 更加detail的那些 啊 safety safety spec在那邊了 當然它還有一個EBD 這個EBD其實是蠻重要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 剛才我買完的時候 我都有感覺到 我的車不會understeer 或oversteer 它都能夠很自動的 幫我把那個人胎的那個轉速 那個 煞車轉速都有控制到 做一個很好的調整 那麼能夠讓我達到一個 比較更有 穩固的那個控制 好了 對我來講呢 今天這個駕駛的趨勢 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你對這輛車有興趣呢 一定要再去找寶馬的修容去 去約定一個 Test Drive的時間 去親自體驗 來自動的方式 請坐 一會兒 吃 18 6 5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